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从合作公开发表到今天 《爱将》这部剧正好满一年 这对于剧民们来讲 相信也是很开心的吧 毕竟这部剧让我们再次见证了 玄冰孙艺珍两人的同台标系 同时也见证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尤其是男生 为何在女生面前慌论得像个孩子呢 在这次拍摄之前 玄冰和孙艺珍两人之间已经多次传出绯闻 同时也否认多次 然而这次却还是选择再次合作 因此在第一次拍摄时 两人为了避嫌 即使在机场偶遇也并没有打招呼 但在接下来 两人却被拍到在后台同框的场景 如今回想起来 当时孙仙和宾妮两人的表现 两人还是很慌乱的 尤其是女方助理的表情有些过于明显 两人本来就已经是好朋友 如今再次同台合作 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有增无减的 在媒体面前也变得淡定从容许多 没有刻意避嫌 为此玄冰也是背上了玄丁这个称号 从采访来看 这个名字也真的是实至名归呢 从各种采访画面来看 孙仙的表现还是很强的 即使在面前 雕装的问题都能及时回应 而我们的玄冰却显得慌乱了许多 当女二和男二进行发言时 宾妮都会朝着两位的方向去看 然而到了孙仙发言时 却四处张望 似乎在刻意回避自己的眼神 明显慌乱了许多 而在最开始灯台亮相时 自己也表现得很淡定 但听到与孙仙合影时 立刻变成了严肃的样子 全程不敢微笑 也不敢有大幅度的动作 全程由孙仙控制 这哼哼的样子也是蛮可爱的呀 如果说玄冰最慌乱的一场录影 应该就是与粉丝们之间的在线互动 当听到主持人要公开自己网名时 宾妮内心的慌乱已经从眼神中表现出来 难不成在互动中玩得太开心 透露什么消息了吗 相信从她的评论中一定可以找到值得戏品的地方 当然在这场活动中 除了宾妮之外 孙仙也出现了慌乱的一幕 这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姐姐在旁边的猛烈助攻呀 当天两人不仅从外形上看着般配 在性格和行为方面也显得很等对 连主持人都不禁感叹两人很亲密 或许主持人姐姐的暗示有点过于明显的缘故 在话语刚刚落下时 孙仙就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 这个动作也是孙仙在说谎时的常有表现 大家可以细细品这个动作哦 虽说这些场面并不能说明 他们到底是不是恋爱关系 但从我们身边人来看 每当收到喜欢的人的消息时 总会表现出内心慌乱的一面 而这对于孙仙和碧妮两人而言 他们从最开始相遇都对彼此有着欣赏的态度 而这次经过合作 他们的关系也亲近了许多 相信即使不是爱人关系 也在彼此心中有着一定位置的 最后就让我们期待着玄冰新作品 早日与观众见面吧 去年玄冰登上杂志 Xquire九月刊封面 以暖暖的外貌展现除了秋天浓意 到达现场拍摄时 玄冰肤色加瓶时要黑一些 当时他表示为了新电视剧爱情的迫降 故意晒黑了皮肤 对于继电影协商之后 玄冰和孙仪珍的第二次合作 玄冰在采访中说 有时候看到对方出乎意料的演技后 会感到非常有魅力并且很刺激 因为对方无法预测的演技 也激发出了我平时没有的反应 让人有些惊心动魄 而和孙仪珍一起拍摄协商的时候 就会时常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心想着如果能再次合作就好了 那个时候两个人是分开拍摄的 想着以后能够在一个空间里面 对面的看着对方 在一个空间里呼吸演戏的话就好了 然而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